我这有几天没来了啊 也不知道您想没想我 我干嘛去了呢 做包子 有那老几位啊 他已经知道了 当然还有不知道的 今儿我就把这事儿 详详细细的 跟大家好好交代 您都知道 我是跟奥兰多这边送餐的 干了将近三个月 我发现一事儿 这地方绝对不是美食荒漠 相反 各种饭馆 琳琅满目 做中餐包子的也不少 但是我发现呢 全是那灌汤包 小龙包 生煎包 就没有卖我们北方包子 我觉得这是一机会 正好呢 我媳妇是山东人 咱们山东包子 还是很出名呢 谋划了挺长时间 这里边一拍脑门 我就想开始干了 佛罗里达政府这边啊 允许家庭厨房 出品一些简单的自制面食 不需要申请营业执照 年收入不超过25万 就没事儿 当然了 我对这条文啊 研究也不是很透彻 不过很多华人在这边都这么干 就我知道的啊 有卖上海菜的 云南菜的 酱猪蹄的 卤鸭脖的 裱花蛋糕 水饺混沌 馅饼馒头 羊杂汤 豆腐脑 猪头肉 糖火上 包子也有卖的 但是我从图片上看啊 我觉得 我还是挺有信心的 但是啊 没有开业 也没有店面 更不是包子铺 有那老几位啊 看了天妈的视频 说我这包子不开张了 其实那都是开玩笑 我们现在啊 还处在测试阶段 那天妈呀 她是我朋友 我们要试的话 肯定也得先找自己人试啊 您说对吧 还有人说 我跟她是两口子 哎呦 您是既没仔细看我视频 也没仔细看她视频 我一看这好家伙 咱别再闹出点什么误会来 我还让人家把视频给删了 这事闹的 还说这包子的事 礼拜二测试了一次 小范围在群里 发了一个接龙 但是有一朋友 也是好心 把这接龙 把我们发到外边去了 这家伙 一下定出三百多个包子去 我这刚采购完 开着车 美滋滋的还往家走呢 我媳妇那夺命连环扣就来了 她说你赶紧找地停车 把那接龙给停了 这是定出去多少包子 你想累死我是吗 本来打我这有点粉丝一来呀 硬气多了 在家我已经不用跪着说话了 好家伙 这一看我这心直秃秃 这不完了吗 没辙呀 赶紧给大家打电话一一解释 就这样 最后还定出一百七十多个包子去 真忙不过来 扭头我又回超市了 这周五周六 又连着干了两天 现在主要就是跑流程 不是卖 但是朋友们呢 又不好意思白吃我们的 所以啊 多多少少是吧 他们意思意思 我们也不好意思 博朋友面子 这反馈呀 是真不错 但是实在是太累了 我跟我媳妇 其实十年前呀 开过饭馆 就在中关村南大街上 是一麻辣烫的店 后来啊 我家的快餐 那个店位置挺好的 但是上街呢 经营的不是特别好 我们接手了一年 这生意就相当不错了 但是他架不住这房东啊 给你涨房租 签的是10%的递增合同 这房东恨不得给你对半涨 第一年的时候 哥们扛了 第二年压告我再涨10万 你干就干 不干 你拿着合同告我去 我们就不干了 所以我们俩呀 不怕辛苦 但是现在毕竟岁数不小了 这突然一下啊 这两天弄的有点猛 真的 还有人说功欲善其事啊 他必先立其气 我们这气呀 也不太行 在这时间规划和流程统筹上啊 也存在很多bug 不过慢慢来吧 我认为啊 做包子和做视频 都是我未来可以持续做下去的事情 是需要一个过程 所以呢 感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啊对了 跟您老几位啊 说说我的想法 为什么选择做包子 首先包子这东西 从老外的角度看 它非常能代表中国的美食 如果您马路上逮着一老外 您问他 让他举出三种代表中国的食物 这包子八成是能排得进去的 您看那老外拍的东西 但凡他沾点中国美食的元素 哎 这里面八成就有包子 其次呢 以我的浅见啊 这包子是非常容易标准化的一件事 无论是发面的时间 还是馅料的比例 从选料用料到蒸制过程 都可以做到标准化 这是煎炒烹炸不得能比的 我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少许跟少量有什么区别 也没弄清楚窜一下抄一下是多长时间 不如那美食家的舌头 您是不是也分不清楚有锅器没锅器啊 第三是这配方要是固定下来以后 还是比较容易捏在咱自己手里的 最后一点啊 现在这个机械化技术越来越好 美国不是人工贵吗 现在包包子的机器都有了 再加上美国这边也口罩三年 把那外卖平台和用户叫外卖的习惯 已经养起来了 综上所述吧 我觉得可以做做试试 本来这些都是我自己心里瞎琢磨的 就不应该跟大家说 但是谁让我答应您了呢 做这号就实话实说 我是怎么想的 我就一五一十 怎么跟您说 要是万一真有那高人前辈 您想的跟我差不多 您要是做成了 也别忘了拉兄弟一把 情况汇报完毕 明天好好休息 周一还要继续 我一定再接再厉吧 就算最后闹不成 我也会把我这个瞎折腾的过程 记录给您看 您要是拿我当一剧看 您就点点关注 那句话怎么说来上 点关注 不迷路 主播带你上高速 是这么说吧 哥里的 还有节里的 哦 他没什么 الن Dong 胖的 订阅